我現在回應一個問題 有時輔導人或某些人面對困難 總是說很難搞 怎麼辦呢 當我們幫助他 放手 相信神的恩怜 不用被罪人影響 不用被一個不好的人影響 有些人說 連壓抑這種感覺都不行嗎 他們覺得我用我的方法去處理就可以了 這些人如果要壓抑那些痛苦 或痛苦經常都覺得很難不犯 很難不被人影響 其實他們真的活得很辛苦 事實上有很多人都是這樣的狀況 當然辛苦程度有些極高 有些就是高高的 人總是有這種內心的壓力 不開心的 當活在這種狀況 其實人又不開心 信了主都不會很有力量 人很多時候都不是開心的狀況 不是輕省的狀況 始終覺得做人難 因為神是叫我們 勞苦丹、送丹 就可以去祂那裡得到安息 並且付耶穌的握學 耶穌的揚識者 我們心裡就可以得到安息 就是整個人更加深度的安息 所以神是想我們能夠得到安息 以及在以賽書內一章 我們就講到 報告被老的 得釋放 被囚的出監錄 即是我們可以出這些困索 即是不在一個困索裡面 好了 當我們面對這種人 即是我們自己是這樣的情況的時候 我們怎樣去面對呢 第一呢 如果我們輔導一個人 他說我現在很辛苦很辛苦 我們的確會告訴他 我知道你很辛苦 我知道你真的很難受 你可以問他多辛苦 起床又怎樣 睡覺又怎樣 即是用他講出來 讓他知道我們真的感受到他的痛苦 即是讓他講出來 而且他講出來有個好處 但他知覺原來這件事影響他有多大 即是譬如他講到 整天都在想這件事 半夜醒又在想這件事 整天的心壓著 整天都不開心 他講得出來就是你知覺這樣 那時候我們可以問他 即是這個引導 你覺得這樣做人覺得怎樣 當然是親父 很慘 那你想不想出來 首先就是這個 認同 同理心 即是感受他的痛苦 即是知道他那種情況的痛苦 但我們不會永遠停留在這個認同 即是我們 我們始終一直認同 但我們認同之後 我們都會幫他引導他 引導他 第一樣的知覺 就是知覺 原來你現在是做人得很辛苦 整天都不開心 整天都煩惱 又問他你想不想 你想要繼續這樣 你想下半生是否也是這樣 他可能會說我不想的 不過我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呢 那你想不想出來 你想不想出來 就行了 想就行了 想就行了 想但是 怎樣能夠處理到這個 的確是需要我們管理 我們的人 和我們的情緒 如果不管理 情緒 你讓他淫意 他做什麼呢 其實我們的情緒 你可以形容 好像我們裡面有一隻老虎 那隻老虎是怎樣呢 其實有一套電影 是卡通電影 我忘了叫什麼名字 是有說五個情緒 叫什麼 老朋友 中文 中文譯叫老朋友 他就說五個情緒在裡面 其實這套電影 他就是做卡通 但好像給小孩看 其實完全不是給小孩看 是完全給大人 並且是給成熟的大人看 是給一些肯去學習主理情緒的人看 就給他看得到五種情緒在裡面 是會整天自己就會彈出來的 而在當一種情緒控制 譬如他曾經被低沉控制之後 哇 他就很慘很慘 一直掉 一直掉到心谷裡面 是很難出來的 就是他知道 我這個情況 那你想不想出來 然後 那你說 那怎麼辦呢 那我們其實可以有不同的 就是那個入手的方法 就是他知覺了 他想了 那 有時候一個人他要改變 有時候未必是一下子全部改變 他可能他第一是知覺 那知覺呢 在很多人來說 他真的要處理他裡面 不是容易的 那有些人來說呢 讚美神 想耶穌 更容易的 這個部分更容易的 為什麼呢 你一會煩惱 你就拿一首歌來播 敬佩讚美 因為你要他去想 他不會想 他很難去想 他讚美神 耶穌愛我的 主耶穌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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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把這個 這個信念 講耶穌愛的信念 入他心 這個是一種釋放 這個是靈的釋放 就是他親近神的時候 神的靈就會釋放安慰他 這也是我們可以用的 第一步 就是你不開心的時候 可以用一些詩歌 去想到神的愛 又讓我們得釋放 這是第一種 但是我們想更透視的釋放 一定是需要我們的 悟性和生活的處理 一定需要的 而是一定有這個觀念的 其實很多人 這個觀念 我們是要 看看這個人能否明白 有個ABC情緒管理 這個是很有幫助的 ABC就是什麼 A就是發生的事 B就是信念 C就是後果 有很多人以為 配偶罵我 我一定不開心 是沒有選擇的 或者配偶對我不好 一定不開心 這個是覺得沒有選擇的 這是一個錯誤的觀念 為什麼呢? 因為是有得選擇 就是在乎這個信念 很簡單地說 其實很多人都用這種方法 他用了都不知道 譬如他上班 譬如有好朋友 又有些不好的人 有些不好的人 有些很遠的 有些很近的 他就會發覺 那些遠一點 但對他不好的人 他會比較容易處理 有些過 即是有一個人 很久見一次 又不用經常見 當然很多人 他就不會用耶穌的方法 他就怎樣呢? 那個人出現 他就瞄了他 他又會 轉頭不理他 其實他是用的方法 不過這個方法 就不是很合聖經 但這個方法 是某程度有效的 因為他不理他 就是有效的方法 因為那個人不好 那你被他影響 就自然的人不開心 但他近的人 他就很難搞 丈夫、妻子 就搞不定了 因為那個人近 他很緊張 其實原因就是因為緊張 很想他變成怎樣的人 但他不是這樣的人 所以第一步 就是 不是要改那個人 是我們自己的信念 就是說 我越看重這個人 你越看重的人 你就會越受影響 你越期望他 就越受影響 你將期望降低 你的受影響程度就會減低 同樣 譬如我們聽過很多人 因為多數 向我們說他的情況 都是展會比較多 他就會說 我都不理我丈夫 他說話都不適合聽 他說什麼都不理他 他都不理他 出了街就算了 這個方法 是某程度 是有效過 好過他 給他影響的 因為他給他影響 他就有人不開心 所以 學到不給人影響 是的確有一個方法 不過這個方法 不是很合聖經 當他不理他 不理他 不跟他說話 他的心裡 是沒有那麼受影響 合聖經的方法 是怎樣 一樣是不給他影響 不過是 不受他負面的影響 但可能這個人 他覺得很難 所以我們用一些比喻 給他聽 例如有個神經 拿一個爐 罵你 你不會放在心上 因為你覺得 那個人和你沒有關係 那你丈夫 你的妻子 他經常掩你 你覺得很受影響 因為你看重他 我不是叫你不看重他 而是不要看重他的說話 即是將他分清 他一說了 立即自己告訴自己 所以在輔導的時候 可以跟他說 你丈夫 當時跟你說些什麼 譬如他丈夫說 你都沒有洗乾淨的東西 你很慢 什麼什麼 即是埋怨 好了 那他講了多少年 這些說話 很多年 經常都是這樣說的 那麼 你做得好的時候 他是不是都不說 不是 都是說的 他又找別的說話 即是他的習慣 都是埋怨 那你每天都上心 就不行了 這樣引導他 讓他知道 他上心 其實受好過他 於是 怎樣引導他呢 就說 你明白 你的丈夫 某程度 不太成熟 好像小朋友 但你不要告訴丈夫 就是怎樣 就是 這個人 外貌 就幾十歲 內心 就可能十歲 即他內心 就像個小朋友 小時候扭計 大個都是扭計 小時候罵人 大個又罵人 因為這個他習慣了方法 於是我們怎樣 當他罵我們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 他整天都習慣了 我的心 就不用被他影響 我是可以放手的 可以放心的 因為神是祝福我的 神是愛我的 於是這個人這樣的時候 我不放在心上 就像一個遠房親戚 很久才來一次的 他來一次 然後就走了 但他來的時候 又很容易發脾氣 我們會比較容易放手 我們同樣對於丈夫 都需要放手 但聖天教導 就要愛他 關心他 但他一說話的時候 即是將他分開 我要關心他 但他一說什麼負面的 我就分辨他 為一件不好的事情 就好像 坑渠水 好像你家裡有兩條水口 或者這個人的口 都有兩條水口 有些人會這樣 口又出不好的說話 又會出一些正常的說話 他一說一些不好的說話 那些說話 即是我們要跟他 role play 你的丈夫跟你說 真是蠢了 沒有用 那你是不是變了蠢了 那不是 那你 如果你信了 即是你覺得 我丈夫覺得 因為其實是想辯駁 即是想辯駁 和丈夫說 不是啊我不是蠢了 但愈想辯駁就愈生氣 但他說你蠢 是不是你會變了蠢呢 他說你蠢 你是不是一定要發生氣 你可不可以說 他說我蠢 不是代表我真的蠢 我可以放手 但這件事是可難的 所以要 role play 好了 當你現在 這是你丈夫 找一個物體 這個當你丈夫 他說你 你蠢了 那你跟著自己的新聞話 他說我蠢 但我不是蠢 耶穌愛我 即是他一直說的時候 我裡面 用一些說話 用性的說話 去回應他 他說我蠢 但我不是蠢 你又不要用口答他 一口答他 他就會發脾氣 你的心 他說我蠢 不重要 由得他 即是像小朋友 但又不要告訴他 他是小朋友 小朋友這樣而已 我不用放在心上 那種不開心的時間 起碼會縮斷了 但如果他一直 有很多人就會反覆思想 他說我蠢 他會說我蠢 我哪裏蠢 他會說我蠢 他越想越火滾 越火滾 越火滾 越難釋放 可能生氣幾天 你可否把這個時間 減短一點 這個第一步 可能他不是釋放了 減短一點 你開始可以化解自己 他說我蠢 我不是蠢 我其實 神給我聰明智慧 我也有很多事情做得好的 我是可以開心的 可以快樂的 就把他的說話說 他也是小朋友來的 因為他裡面還未成長 但不要同口跟他說 他裡面還未成長 所以他說話會這樣 於是我就放在心上 這是一個 無論用什麼方法 都是基本上 幫他 臭水他 不要喝 垃圾 不要吃 不好吃 不要受落 不要反覆思想 基本上是幫他這件事 而幫他 想神的應許 神的愛 反覆思想 神的祝福 反覆思想 那些不好的事 就不要去想 就處理 壓抑是怎樣 壓抑是 他就說 明明要生氣 丈夫 要按實 我不可以生氣 不過他真的很壞 一想起他 就已經發生氣了 一想起他發生氣 不過我就不能生氣 於是按住 這樣就很辛苦 其實長期這樣 會有情緒病 所以壓抑是很辛苦 要化解 將他化了 化了什麼意思呢 有些人可能要用圖畫來想 不可以生氣 例如你吃魚 整塊骨 一吞 糟了 糞了 但如果你把骨 變成粉 你可以吞到 沒有東西 當一個人說話 認真 糞了 很辛苦 但你把東西化解 不要緊 他說我蠢 那你是不是蠢 他就引導他 你是不是蠢 不是蠢 他說你沒有用 你是不是沒有用 他說你什麼都不做 你是不是什麼都沒有做 其實你有做過 就將他化解 不是真的 不用放在心上 那人就鬆 這個就是引導他 讓他知道 如果他不化解 他以後受苦 他就很慘了 但其實這種負面的說話 不只是這種形式出現 就是很多種形式出現 有時候也會在我們自己裡面出來 我們自己說 我真的蠢 這次做事做壞了 哎呀 真的 哎呀 搞到休惑泡 搞到 哎呀 那麼多麻煩 都是因為那次做錯了一個決定 說了一句說話 然後搞到這樣 哇 這個都是我們自己 就是變成我們自己 被污水渠自己喝了 那些污水自己喝了 那我們又分別了 我現在在喝自己的污水 我自己現在呢 是說一些說話 我自己沒有做錯 做錯人也有做錯 做錯之後呢 你繼續想 又不能夠改善 於是我們就放手了 我們就說 我自己都有一部分 好像小朋友一樣的 我都會有事做錯事的 其實人人都有做錯事的 都不要緊的 我們就放手 就 就是將這字化解了 做錯又不死得 就算是失了錢又怎樣 神會祝福我 我總是會得到的 那這些就是用無神的話 要反戒 另外我也想說一說 關於後悔 不同悔改 我們過的都要悔改 認罪悔改 後悔是什麼意思呢 最壞就是嫁了他 哎呀 嫁了他就真的呢 慘了 以後呢 就很多苦了 早知如此 悔不當初 就是 如果是這樣 我早點不和他結婚 但其實事實上是這樣的 你和這個結婚有些問題 和別的結婚有些問題 除非你學到怎樣相處 你學到這些東西 你如果學習 你看回網上的影片 除了我之外 可能有其他人會說 我講了很多 如何處理婚姻的問題 以及如何建立婚姻 譬如我自己是很努力 建立我的婚姻 盡量建立得更好 但是很多人不認識這件事 因為男女有分別 一相處就會有困難 其實每一個決定 總有不良後果 又總有好的後果 通常來說 就是多還是少 很簡單 你買這件產品 你有沒有試過 買一件產品 有另一件產品 這件產品 內容些 這件產品沒有那麼內容 不過這件產品更好 你買了這件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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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否多久就難了 這件產品 內容不但沒有那麼好用 你買了這件產品 你會後悔 為何不買那件產品 你有沒有試過 買那件產品 買那件產品 就好了 這件產品 是我太太Sherley 給我一個很好的提議 她真的 這件產品 我真的覺得 她非常成熟 她跟我說 她說 在我的字典 我是沒有後悔這件事 什麼意思呢 當我想這件事 在思想和祈禱 考慮這件事 當我決定了這件事 我知道它一定有好後果 亦有可能有不好的後果 帶在一起 很少一件事 是完全好了 因為人總是有困難的 我就預計了會承擔這個後果 所以當有一天 有這個困難的時候 她就不會說 哎呀 早知是這樣 我不要做這個決定 很多人的不開心 就是這件事發生的 最壞就是做這個決定 結果是這個後果 那她的心態是怎樣呢 她說 我已經預計了有這些後果 當她發生 我就去處理 我就去面對 又不能死 你處理總是有解決方法 變成她有什麼事 她就不會去想 早知是這樣 我不要做了 她就沒有了這種後悔 即是犯罪應該要悔鬼 犯罪應該後悔 但有時做決定 一定會有後悔 現在很多人都是 經常都後悔 最需要娶了她 最需要嫁了她 所以一輩子都會後苦 但如果我們 即是說 我其實和誰結婚 都可能有些問題 好了 我現在有些問題 我怎樣面對 而不是經常去想著後悔 即是很多人都會經常去想著 最壞就是這樣 最壞就是這樣 那種後悔感 是很多年 即是有很多人 甚至怎樣 一世結婚都在後悔 即是由頭到尾都在後悔 即是從頭到尾都在後悔 早知不到她結婚 原來她結婚 就沒有今天 沒有這麼多麻煩 但可能和別人一樣 其實這是一種後悔 是一種生活心態 即是有些人總是後悔 買了這個手機 這個手機便宜些 那個便宜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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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了這個便宜些 又少一些功用 又沒有那麼好用 早知買那個便宜些 但買那個便宜些 但買那個便宜些 便宜些 總是有一個利與幣 那她這件事 跟我說之後 我真的發覺 當我 不將那些事情 那個後果 去猛暗 去反覆 去想 我現在可以怎樣補救 是的確 我是 沒有那種後悔 那種感覺 即是我就說 選擇錯了 我就照樣 面對那個問題 這樣面對就會加上 一個後悔的感覺 那如果我沒有另外一半有呢 那這個便處理了 處理問題又另一個問題 即是當你有問題 要處理 處理有幾不同級數 第一種級數最好的 就是真的那個人肯 跟你一起處理 大家都悔改 大家都改過 於是大家都說沒事 遙恕對方 又祝福對方 這個是最美好的 但實際上 生活上是很少 很少 很少的情況 我和我太太是會有的 有很多人都會有的 但不是很多人 即是有很多人都沒有的 最差的情況 處理問題是甚麼呢 最差的情況是 他不改 你改了 可以說最差最差是甚麼 他又不改 你又不改 今天整天被他折磨 最差最差 這些都是沒有益處的 但如果說constructive的 正面的就是怎樣 他不改但我改 他講甚麼說話 我都不給他影響 我就可以平安喜樂 我出門口便可以平安喜樂 我一直讚美神 經常得力 這種就是 他不改我改 然後呢 有時有些情況 譬如是子女不聽話 周時都有 不聽話 經常玩遊戲機 譬如現在出那個 出精靈 是很危險 因為很多精靈 都是跟鬼魔有關的 所以很多人都受到這種影響 但你的子女上了人 上了人呢 最好就是他肯改 這是最好的情況 但是最差的情況 他又不改 你又發生氣 經常都不開心 起碼呢 如果想子女改 我都見過很多父母 都是發默症 不開心 那 再上一級呢 他不肯改 但自己不改 於是自己 就不讓他影響情緒 而可以做甚麼 可以跟他聊 跟他商量 最好是這樣 其實不要跟他聊 而是 就是多些欣賞他 多些愛他 從小到大都讓他覺得被愛 於是他會更加跟你做朋友 然後呢 就去引導他 讓他看到他的生命很寶貴 引導他一步步 就是 你的生命這麼寶貴 你想將來成為一個偉大的人 就是讓他看多些故事 這些人 可以成為偉大的人 這些人 他的生命是浪費了 就是 用正面但又不像說他那樣 這個 都可以應用在夫妻的 但夫妻的難少少 就是你不可以教他 是 只能跟他說 我們現在這個問題 我們如何處理 就是跟他商量 他願意的 就是大家商量 但你不期望他立即改 他可能有些調教 我們現在都有這個問題存在 我們知道有這個問題存在 我們如何處理 如何面對 讓他講出來 他講出來的時候 由他的回應 去引導他 就是引導他 我們現在都一起相處 我們如何可以大家舒服一點 就是用一個 不要去到最高級 低級一點的要求 我們如何可以舒服一點 讓他講出來 講出來的時候 他願意調教 我們就先做那個部分 有時候 就算我們委屈一些 明明有對方錯 我們依然願意遷就他 這是會容易一點的 都是令到生活容易一點的 那譬如 那個情況 第一種就是 只是忍受他 第二種就是 些少調教 或者越來越多調教 總之煩一個人 你在這個位置 你在這個位置 你想去改善 他不會改善的 即是 譬如同工相處也是 如果你一下子 要他完全遷就你 就好了 但是 講出一個問題 我們如何解決的方法 用一個探討的方法 去想 而他就算他不做完 你的心都 不會覺得不強 即是覺得 OK 不要緊要 好 這個是改善 這個是非常好的 這個也是解決問題的方法 不要想著 找一個最原理的答案 我才能接受 少許改善 我已經接受 而且他一做你 又感激他 多謝他 那個改善就會提升 而當兩個人關係 更加越來越好 他奪信任 那個關係就越來越提升 這個就是改善 如果對方不肯改善 我們如何處理 那我整體想說 今天所說的 就是 問題我們處理 而我們人 如何鬆 我自己 所以我發覺 我在祈禱的時候 如何鬆呢 第一 我真的心鬆了 神一定會搞定 神做事我放心 神一定會幫我的 心很鬆 然後 跟神的祈禱 一定是想著他很個人 其實聖經裡面 都被我們看到 很多人跟神的溝通 都是很個人性的 其實很多人祈禱 我自己也有時候 試過這種情況 多謝耶穌 多謝耶穌 其實是在說 多謝耶穌 或是向空氣祈禱 好像有些 多謝耶穌 發出來的 但我發覺 如果我想著耶穌 站在我前面 但不用想他的樣子 就變成形象化 不用想他的樣子 只想著耶穌 我就向耶穌 說 耶穌多謝你 好多謝你 真是好 從心湧出來 而且心儘量鬆 我發覺 那些喜樂 就會湧流 也有很多人 我帶領他這樣做 他又會鬆 那些人 就會經常 盡量在一種 輕省的狀況 即是 經常都起落 這樣的狀況 所有的壓力會鬆 如果有邪靈影響 也會鬆 裡面的壓力會鬆 邪靈影響會鬆 疾病也會鬆 整個人都會改善 心裡面很鬆 很信神的愛 很信神的恩怨 整個人就會被提升 所以一定要處理垃圾 然後活在神的愛中 又有人享受神 只想到祈禱是一種享受 神很愛我的 我就享受神 我現在去享受神 阿里路亞 感謝耶穌 感謝天父 心態有什麼困難 其實有時我都會被人委屈 被人說一些說話 是不合理的 我都不是 每一個情況都能夠 好像爭回公平的 但我就說不要緊 他是這樣想 他是這樣看 由得他了 我放手 我不給他影響 但我要爭取這個喜樂 這個喜樂是神給我的 我爭取他 我不要因為他而失去 這個人我經常堅持 什麼人做什麼事都好 他不能夠拿走神給我 起落 不能夠拿走神給我 服氣 我希望大家都 都有這種心態 因為當你每天起落 你就有力量 你就容光活發 你眼睛都明亮 但是如果一個人 我都試過侍奉的時候 心裡面有一種壓力感 都試過一種壓力的感覺 一種重達感覺 一種被傷害的感覺 我都經歷過這個時候 我覺得很辛苦 但是我現在就說 我做什麼神都喜歡 我就放心了 不用那麼急 不用那麼悶 不用那麼揹著 輕省 那個人就越來越鬆 越來越得到整個祖方 第五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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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